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恩各位超马家人 感恩各位新朋友老朋友 大家晚安 感恩大家在今天台北下着大雨 还赶着来这里齐聚一堂 参加这个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大家呢来到这里 会带回满满的爱 带回满满的感动 带回满满的正能量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合唱 天地的爱好吗 天地的爱 人人都爱 天地的爱 自个心怀 天地的爱 我们的爱 天地的爱 天地的爱 一处都爱 天地的爱 我深刻感受着 天地的爱 那奇妙的感觉一直都在 天地的爱 天地的爱 你们要与我穿在意外 天地的爱 天地的爱 好温暖 好可爱 你看哪 幸福和爱 无边无际 光阔四海 幸福和爱 光阔四海 有了交代 你看你当天上人间 越期待 一直都在 好可爱 自然缓带 深爱 该是爱又春暖化开 平朝天朝和熊 有光阔 很软尽 岁月 无畏空白 幸福和气 无限尽 无限尽在 无限尽在 我深刻感受着 我深刻感受着 天地的爱 最奇妙的感觉一直都在 天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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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让你我穿在意外 天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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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温暖 好温暖 好可爱 天地的爱 你很难 幸福和爱 幸福和爱 无边无际 划过四海 幸福和爱 划过四海 好可爱 鼻口 你很難 你很难 太爱 你很难 有些疑量 你很难 你很难 我生命 你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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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一朝七朝落雄永豐盤 更認真歲月無謂空白 心不可及無限精彩 天地的愛 人人都愛 天地的愛 自然心愛 天地的愛 光有大愛 天地的愛 一直都愛 天地的愛 人人都愛 天地的愛 自然心愛 天地的愛 光有大愛 天地的愛 一直都愛 天地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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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心愛 天地的愛 天地的愛 自然心愛 天地的愛 天地的愛 爱让你我串在一块 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各位插马家人 感恩各位新朋友老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林口的宝玉 今天很荣幸主持 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今天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希望能让大家带回满满的爱 带回满满的幸福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位美术老师 那我是在105年的12月9号 拿到了疗愈全力这本书 然后拿到这本书的那天晚上 我心情很不好 我正在写一个状子 要去告我的朋友 因为我被我的朋友骗 骗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很气很气 然后呢我就准备要 跟律师联络我在收集资料 后来呢我就 拿到那个疗愈全力的小册子 其实放我皮包很久了 可是呢我都没有看 然后呢我突然 一个灵感把它拿起来看 看完那本疗愈全力 我当场就放下 就不告了 是不是很神奇 那这本书呢 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 其实我学习超级生命码 到现在还不到两年 但是我人生的境 全部都改了 全部都赚了 我从烦恼的深渊解脱出来 从担忧恐惧焦虑不安解脱出来 现在的我每天都很喜乐 而且呢我变成了 因为我补足了正能量之后 变成了爱的发电机 每天都在传送爱与祝福 然后呢宇宙的法则就是 当你传送祝福 传送爱的时候 那个数据会传到宇宙的资料库里面 最后都回到你的身上 所以你越传送爱 越传送祝福 你的人生就会越喜得越丰盛 越美好 那很多人呢 在遇到人生的困境之后 都是求神拜佛 去公庙做法会 然后呢或者是祷告 但是都转不动静的时候呢 就去改风水 改八字 改姓名 不是八字不能改 改风水 改姓名 改运 然后改来改去 还是转不动 可是呢 大家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一定转得动 现在呢 我们来一一听 这些超马的家人 如何转动他们的生命地图 第一位分享者 我邀请来自内湖的钟正 感恩导师 感恩主持人 好意姐 感恩在场的超马家人 及全球的超马家人 大家好 好 我是来自内湖的钟正 我第一次拿到超马的时候 是去年的时候 我姐姐庙华 她拿给我 那时候我刚好学 睡眠刚好学完 所以她拿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很在意 然后 我没有看 那12月23号 我也去上导师的演讲 我去上的时候 其实我有个感觉 好像在上那个直销的课 直销的训织大会 所以我回来之后 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我姐姐再给我 青年制约跟疗愈权力 那我看青年制约人家的分享 才知道原来里面是这么的奇妙 我就开始 因为我随于催眠 所以我把老师 那个超马里面的九大星马 全部录起来 然后放在手机里面听 然后没多久我的耳机就被我的门夹坏掉 那再过几天 我的手机只是轻轻的 就是掉在那个浅浅的水里面 其实那只手机应该算有点防水 这么浅的水应该不会坏掉 掉下去之后 我就拿去手机店去修 修了两三次还是挂掉 我知道后来知道这是倒法 所以不行 我赶快把我诺布克里面的阴挡也赶快删掉 我怕到时候会诺布克坏掉 后来就 二月开始就开始时休时定 我觉得我开始去念那心法 那三月份之后 我公司已经开九年了 那三月份之后 我的业绩是惊喜连连 就会你觉得说 这不是天地的祝福 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子的成果 那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真是太棒了 这样子而已我就得到天地的祝福 但是我不知道 有一个叫做静好的东西 所以四月份之后 我的业绩是直接下降 我就开始吓到 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刚好 戏职的 精英会的主持人秀云 就打电话给我说 叫我请我去他们精英会上课 我就说好 因为我的母国啊 母亲也是不可以 我就去他们精英会那边 我去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 大概第二次左右 我女儿被诈骗情人骗得七万一 我还有四个亲戚朋友 在那个时间都是跟我借钱 我想说 我怎么上经营 反正白天又那么多 已经没有业绩了 又那个事情又那么多 所以我去上那个精英会的时候 其实前四次我都是强迫 我的灵魂都强迫我的肉体去 我有跟他们讲 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 又遇到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后来到第四次 我遇到那个一个遗展她在分享 她说她身体被那个割藻机割到 但是她说那是把那事情化小 我才觉得说 其实我女儿那七万一 可能也是化解她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就这样去解读 然后到五月之后 我的教育指数还是持续在 那我有个表妹在做仲介 那我那个表妹就来跟我讲说 南港现在要发展起来 叫我去南港买一间旧房子 但是她以后是等杜根的就对了 然后才去过 我就跟她讲说那买这间房子多少 她说你只要准备三百万就好了 我说这么便宜就可以买到 事实上那个仲介的危好像不太能够停 其实后来不止这些钱 我是说同期款 后来我是真的买了 买了之后我那个教育的指数 已经冲到顶点了 你每天都是觉得说 我现在是业势没好 然后怎么又去搞这个东西 然后就会非常的害怕 刚好那个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殷琪有到我们戏子去主持 她看到我的时候她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可以度很多人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自己都度不过去了 我可以度很多人 那后来隔大概几天殷琪有打赖给我 有打赖给我了 她说她就问我说我怎么样 我就说其实我被考得很严重 她就说你怎么发跃 我就跟她说我前两天我还有去住院书 她就说你如果住院书的话 那算是外财布施 那个功德比较少 你应该变成那个导师的票 那个叫做法布施会比较好一点 那其实我那时候都听不懂 她说什么布施我都听不懂 她说你等一下去做一下心法 看看你的负能量要不要 把你那个书转成门票 我就回去就 就开始闭着眼睛做心法 其实我的负能量都没有跟我讲好或不好 因为我会感觉不出来 我就想我就再打给殷琪说 好好好 你就把我转成60张门票好了 我就拿到那60张门票 我拿到那60张门票 她跟我讲说转成60张门票的时候 两个小时 我马上人本来是极度焦虑 变成极度想睡觉 非常非常的想睡觉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 但是这个想睡觉不是一两天 一直持续持续到隔月 然后那个想睡觉的感觉 我这边应该是好的 因为至少焦虑没有焦虑的嘛 就想睡觉 然后后来就这个事情就到了 我想说我再忍一忍 应该导师的课 那个演讲的课 2号6月3号过了之后 我应该就跪离了吧 然后我就6月1号2号3号 都在当志工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很累 因为把体力都完全消耗戴尽 然后到6月3号之后 6月3号我就期待说 6月4号应该会好了吧 所以6月10号还是想睡觉 我是说怎么会这样 我才说对不起 在这个中间那60张票 我有请 我有30张给肉华去处理 因为我没责条 这样子本了 所以我30张是请肉华 帮我处理 所以感恩肉华 那其他30张我后来是怎么发出去 我也不知道 可正后来还有多几张 那后来就 就到6月4号之后 我还是一样感觉到非常理想 所以能量场一直不足就对了 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但是我也是要继续这样子做 那个6月份的业绩还是很差 我已经想说 我那时候真的想说 我要怎么把公司收掉 然后怎么样再去做别的事情 那后来就到6月13号的时候 我姐姐妙华 她就传一个东西给我 就是她说 啊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就是那个幸福跟着你的252月 有一个太阳营业总运法 你试试看这个 你看这个会不会让你比较病静转 然后我就看了 还不错 然后当天星期三刚好导师在天云 也有一个课 就是月凤秋 所以我也有来 来的时候隔天 14号就静就转了 就开始业绩就怎么翻转 就惊喜连连就对了 反正那业绩也是 你会觉得那没有天地的祝福 那业绩也不可能达到 追到那个工厂 追到那个工厂做来不及给我 但是我没有骂他 我还是一样感恩的 那个工厂应该会吓到 因为我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以前我可能会很急 但是我还是继续感恩他们说 你如果爱要快贵要快给我 就这样跟他们讲 然后我女儿被诈骗的那个 也在六月份的时候 法院寄信过来 就是要和解 后来我们拿回三万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天地的祝福 然后后来到现在 我就觉得说 在五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有去上一个课 叫做欧卡财富的课 但是在半年前就报了 但我上那个课的时候其实我很喜乐 我很高兴 然后我有确认说 我可不可以双修 那是不行的 我现在回来回想起来 如果我双修 你已经确认 这是有天地的祝福 跟天地的爱的时候 如果你双修 你会找轻松一块的地方去窝 你就不会再抄码再变 因为进考是真的很难过 那个焦虑跟恐惧的指数会一直提升 那后来还好 我那时候知道不能双修之后 我就把那两间课的所有的资料 放到搜索已经关起来 没有再拿出来看了 那第二个是 六月三号之后的一个清晨 其实我有梦见一个画面 那那个画面就是我前世 可能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说 我可能做这个事情嘛 我是不太相信我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也在确认一下 好像就是我真的有做 我就对这个事情做点对点的忏悔 做了比较深层点对点的忏悔 这个让我想到说 我曾经看过我的朋友 他喝醉酒打坏人家的东西 到起来之后 然后酒醒之后 你跟他讲说 你弄坏别人的东西 他不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能说他不资责无罪 他还是要去跟人家做这个 如果他不承认 最后店家还是会找到他 他最后还是要还这一场战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看不到或者不知道 不一定代表你不要还 但是你先去找人家 做和解 你的灵命 你的灵命会更隐瞒 感谢大家 谢谢中正的分享 他讲说 录了抄码不是就没有考验 我录了抄码学习之后 还是考验不断 因为人生如果没有考题的话 你怎么进步 考题越难表示你要当自幽生 考题越难你通过这个考题 你就当自幽生了 所以不要怕考题 上天不会给人做不了的考题 所以我们学了抄码之后 就会有智慧来应对你生活中的考题 那很多人说问我说为什么最近还这么瘦 因为我从三月开始就一直接受上天给我的考题 一直考到六月才考完 那三月因为我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我爸爸他长期得那个肺气肿 然后常常呼吸喘不过气来 然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要急救 然后就要插管很痛苦 然后我看到我爸爸这么痛苦这么难过 然后我就发了个愿 我就说我就注印抄码 然后送给有缘人 然后我就说要把功德回向给我爸爸 然后我请求天地让我爸爸能在睡梦中往生 结果呢在今年三月二十一号 我爸爸那一天就在睡梦中往生了 然后那个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 姐姐爸爸走了 我说怎么走 他说爸爸今天一直睡觉 中午的时候外傭叫他起来喝牛奶 然后叫他起来吃饭 吃完饭他就去睡觉 然后呢外傭说他怎么一直睡觉 在五点多的时候叫他起来喝牛 问他要不要喝牛奶 阿公你要不要喝牛奶 我爸爸说好就起来喝牛奶 喝完牛奶一会儿又跑去睡觉 然后我爸爸住的是乡下的矮房子 对面的呃机上来找我爸爸泡他 那个外傭就跟我那个阿伯说阿伯今天阿公不知道怎么搞的 一直睡觉 然后那个阿伯说都要吃晚餐来睡觉 我去叫他起来 进去房间叫他的时候 他已经睡着走了还吃完走的 然后医生是说他那种病要在睡梦中走是很不容易的事 那个时候这种呼吸道疾病发作的时候 就是加护病房急救然后带着呼吸器 然后呢那个过程我们经历过好多次 但是这个是我跟天地求的天地就送我这个礼物 然后呃我爸爸3月21号往生我帮我爸爸办的很圆满的 或是办完我爸爸的事我正想休息的时候 我婆婆得了那个心脏半膜受损症要开刀 医生说不开刀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然后心脏的半膜坏掉换心脏半膜 然后呢因为我跟我的小姑都有修操嘛 然后呢我们的心就很笃定 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 每次我都带很多书去发 然后所以呢我婆婆非常幸运 她接受振兴医院的卫生医师开刀 这个要排到卫生医师是很困难的 可是我婆婆就是有这个福气 然后呢我婆婆就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换心脏半膜非常成功 那天她换心脏半膜的时候 我的小姑还在病房外面给她做 还在病房外面我们在做太阳心法 观想太阳空空照着我婆婆 那天心脏开刀有三个人 两个人开刀都不顺利 只有我婆婆很顺利 我婆婆开完刀之后 到现在跟正常人完全没有两样 然后我婆婆呢 开刀我婆婆出院那天 5月8号那天 我正准备要去医院接我婆婆回家 我弟弟打电话来了说 姐姐我现在在慈激医院 我说你怎么了 她说我得了猛爆性肝炎 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我又赶回去医院 在医院陪了我弟弟一个月 用超码的方法救了我弟弟 医生已经宣布说我弟弟没有效了 那个猛爆性肝炎必须晃肝 没有晃肝就一定是死路一条 而且七天以后就会分明 但是用超码的方法我就救了我弟弟 然后呢 嗯 就是光光难过光光过 所以我就是说原来进了超码 不是就没有考验 但是呢考验来的时候 你有方法有智慧 有天地的祝福 有太阳功耗的祝福 有导师的祝福 还有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呢现在的我经历了重重的考验之后 我现在知道说人生不会一帆风顺 人生随时都有考验 但是我已经不惧怕任何的考验了 我会勇敢的接受人生一关一关的考验 这就是我们学超码学到的智慧 那下一位呢 这个分享者呢 他的分享很有力量打动了我的心 所以我今天特地邀请他来分享 我们邀请来自基隆的大为 感恩天地 感恩大人导师 各位现场的超码加油 大家好 好 我是大人 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感冒 不是紧张的关系 我跟各位分享 加入超码 其实我曾经看过老师的一本书上面写的 没有一片雪花会过错地方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有缘分在这个地方 不管你是今天第一次来 我相信你一定要一直来 那在加入超码这段时间以来 我先讲讲我儿子最近的事好 我儿子是我们家 我讲这个儿子是我们家最早接触超码 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接触超码 可是他最近有一件事情 很好玩 就是他有一天礼拜天早上起来骑摩托车 结果摩托车坏了 那没办法他要去搭公车 结果他的那个叫什么卡 悠游卡什么 就掉了 然后那天晚上回来 又被我们家一只很小很小只的蜈蚣 又咬了一下 所以那天就连中三员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嘛 就是老实讲的 就是要步骤一二三 对不对 要好好的这个实修实练 他最近一定在混 我就在旁边看 你说你也太厉害了 一天三件事情都到你身上 都表示你真的最近比较混 个人修个人德 这是老实讲的 所以他的事情要他自己去处理 那我相信他最近应该就会比较注意了 因为妇能量开始要警告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是我岳父 大概五月还是六月我忘记了 之前我有帮他在手机里面 管一些我们超码的歌蛮多条 结果有一天我去我岳父那边 他就跟我讲 你那个还有什么什么歌 再帮我灌一灌 说那不是里面都有了吗 没有关系 你就再帮我灌一灌 我说是怎样 现在我不是帮你灌火了 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也没有什么 就是最近跟球柳去山上玩 就住那个山庄 还是什么 就是通铺之类的 我说帮到怎样 没有啦 那一天晚上就很不好睡 那我就大概侧面了解一下 他就好像过了十二点要睡 结果通铺每一个 佛律上都睡到呼呼大睡 只有他睡不着 因为好兄弟来找他 就是我们祖真的被押了 他没有讲那么清楚 他只是说很不好睡 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办 他说我就开始呼请所有的神明 那你要请了多少 他说有神请到没神 那你最后结果怎么解决 他说我想到你的手机 有帮我录一些太阳老师的歌 我就给他放放放放 放到天亮 要不然我都不要睡觉 我说那在场是几个 大家都没事 只有你有事 我说那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在场 我只是事后听我岳父这样讲 所以他现在也是满相信这个歌曲的力量 因为这是正能量 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很多这歌曲的正能量 这改天再讲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 我在讲我自己的事情 我在加入超码前 有一次跟一个人插撞 好像我记得开协调会 赔了两万里 加入超码大概一年左右 又在基隆某一个地区 就是骑摩托车跟一个人 一个小姐 他就插撞我车子 然后就前滚翻 但是这一次大概就五千块 三个小时而解 那接下来前两个月 我一个朋友在板桥 他妹妹结婚 然后我去参加他的喜宴 结果晚上从那个地下道上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那个车道上来的时候 不小心又跟一台摩托车撞了 那这一次我想说完了 又到了 结果 那个人本来还要当下跟我讲话 不是很客气 我就说没有关系 我们就请警察先生来 结果请警察先生来的时候 当下得警 所以我常跟各位提醒的就是 我们加入钞码要随时记住 我们现有的禁跟过去的禁 虽然我们不 但是老师有讲 我们不要迷这个禁 太迷很容易就着魔 对不对 因为我一直为了要那个禁 什么都要好 当然老师的书 开宗明义有讲那十五件事情 我相信第十五件比较难以外 其他十四件 都比较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 因为第十五件好像是天下太平之类的 对不对 世界和平 所以那个就比较远一点 我们先讲前面那十四件 那这个禁 每个人都会碰到 就像刚才保育姐讲的 他从三月一直被考考到六月 那我也是因为上一次听保育老师他讲 他弟弟的事情 我讲这个猛暴性干颜 然后前几天 前一阵子跟我一个同学 在聊天的时候 他在讲他们当兵的时候 真的船上有位弟兄 真的就七天就回去 就是打什么都没有用 到最后就整个全身变黄身 然后就下课 就是结束这个生命 所以我常常在讲 我们人生要的是什么 也许我们在加入抄码的时候 我常常在想 我们加入抄码之前 我相信保育老师刚才有讲 很多人去改命啊 算命啊 什么 那可是很多事情是被注定 但是加入抄码 如法实修的话 我相信各位都会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入抄码 要不然的话 我们来抄码 大家只是在这边聊聊天 这个面面书的话 没有什么改变的话 我相信也没有人要 这是你 最后一件是讲我自己 我自己 我记得上次分享的时候 我讲过我的左手 因为抄码的关系 六个月改参 可是我发觉到 我前一阵子发觉到 我换我的右手在算痛 我就一直在想 奇怪 不是左手好 怎么换右手 后来有一次就在跟家人在讨论的时候 他就说 你要 我们要每天跟我们自己的身体 唱得很感恩 后来我就开始独实的 一直每天唱得感恩 像我这一只手 我这一只手现在有点红红的 本来就是因为我在工地的关系 整个都脱皮啊 骑水豹什么都来 怎么擦药都没有下 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就对着他 我就一直跟他感恩 一直跟他唱的 说对不起右手 我真的是很对不起 没有把你好好的照顾好 没有 大概不出三天到五天 就已经恢复了70% 所以 老师也讲过 如果是因果 我们看医生绝对没有下 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最重要的是 我的右脚 在民国70几年 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 骑摩托车跌倒 结果好像是 脚趾头的第二指来第三指 就受到挤压 当然那时候当下就肿起来 年轻人也不以为意 就回去消炎药吃一吃就好 事隔大概十几年 大概民国将近90年的时候 就发觉到那两只脚 那两只脚之头常常打架 就是走路的时候就会 就骨头碰骨头就很痛 我相信我们各位都听过一种 例子叫做 习惯性脱臼 我那个就是习惯性挤压 刚好是脱臼的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常常挤压 后来我就去给推拿师傅看 看了很久 后来有一天我就很 不是很耐烦的跟他讲 我说我常常在看 你把我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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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他说你这个没有方法 你就是回去有空自己拉 就是那个脚石头自己拉一拉就好 我说你这脚那一脚先要跟他说 不然有病 然后后来我就回来 就是反正有空就自己拉 在那托托托托 可是我最近 不好自己拉 忽然间有一天我就 我的脚怎么不用拉呢 所以这是很神奇的 这已经民国76年到现在107年了 整整30年 如果我想 当然一开始我并不以为一说 这只脚的这个病会好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產生習慣性了 我認為他不會來 而是因為天地的祝福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感恩天地 那我希望大家有空能夠長老 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今天在上面所講的故事 以後都會連續在各位身上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大偉的分享 真的很奇怪 很多人在進入超馬系統學習之後 身體的那個疾病都 有些疾病都不知不覺就好了 然後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跟老師學習之後才知道說 一切都是正能量跟負能量 當你充滿正能量的時候 你的身心就平衡了 平衡之後很多病都是不要而遇 因為身體所有的疾病 都是身心靈不協調所引起的 那以前我是從佛教入門的 所以我以前學佛的時候 有一條是說忍入菠蘿蜜萬法得成於忍 所以我們休息就是要忍 忍 忍 然後呢 讓我想起我身邊的許多女性朋友 一輩子都在忍 忍 把她的怨恨 煩惱 焦慮 不安 擔憂 一直忍忍忍 對先生夫妻之間忍 婆媳之間忍 私場也忍 大大小都忍 一直忍 忍到全身都出問題 原來這樣子沒有智慧的一直忍 忍到你全身都出毛病 所以為什麼女人都會得什麼乳癌 子宮頸癌 什麼好多好多各種不同癌 這什麼偏頭痛 然後呢 其實呢 這樣的忍是不對的 因為你能量不足的時候 你要忍下去 有一天它爆發的時候 是很可怕的 它可能會以疾病的方式 來爆發你內在負面的情緒 所以我們學了超馬之後 就知道說天天要做心法 提升正能量 讓你內心充滿了感恩 充滿了喜悅 因為你的身心平衡之後 你看很多事情的角度不一樣 以前你認為天大的事情 當你能量具足的時候 那就是小事一件 當你能量充足的時候 要忍 就是親而欲己的事 沒有說什麼 忍無可忍 再繼續忍 忍到全身都出病 然後老師說正能量充足怎麼檢驗呢 就是你有沒有天天心情好 天天心情好 就是正能量充足 超馬的諸多方法 就是教你提升正能量 讓你天天心情好 天天心情好 身體一定健康無煩惱 對不對啊 下一位呢 我們請來自巴黎精英會的果鍋 為我們分享超馬 在他身上發生的故事 歡迎果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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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然後各位這個 超馬的家人大家好 我叫我哥哥 然後看起來很年輕 但是實際也不老啦 但是孩子都很大 對 我最大的37了 然後三個海 一個女生 兩個男生都跟我 所以我老大姊 嫁來妹妹跟我家 兩個兒子 兩個媳婦都跟我家 所以 Mean loca 都是沒有先生的狀態 這一段標不ая介紹了 對不對 這個姻緣真的是很奇妙 就是這本書 我們的超級生命 生命令話 就是來自於古沃敏場的一個故事 他這本書拿在家裡大概超過4個月到半年 然後就放著 那我會 這本書會吸引我的原因在哪裡 在它千年之月 因為我這個一直很 向往愛情 向往美好的回憶 對 但是以前是一個不成蛋的東西 然後呢 因為我覺得天地真的是 我們動了心 它一定給我們一個答案 然後我就是因為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工作 就是不想工作 然後那一段時間呢 就是一百萬都會被打 然後十八年的感情也沒有了 然後房子也要很大聲的 我好意思 然後就是所有的 你想到的 這個是後半段的 算是輕微的 前半段的那個十八年是 很辛苦的 就是什麼奇形怪狀的事情 全部都發生 而且在這個時代 人家會覺得 太不可思議了 怎麼可能好像講那種天方夜談 但是真的就是發生在我身上 我對人生 在最絕望的時候 就是 反正差不多也就是想不開這件事情 但是我又想不開 我又不敢死 為什麼 因為我做過葬儀 做過鐵宮 做過一些比較不是一般人做的工作 所以我會覺得 我相信英國 我很相信英國 只是我找不到方式 所以大家信耶穌 信道教 信佛教 你可以信的教 我也不信了 然後甚至我在做筆生 筆生就是他的話叫做窦堂 對 而且我很虔誠的做 然後來的信者也很多 然後問的事情也很多 那輪到我們總是要問一下吧 對不對 我們也都問了一下 但是我一件事情 同樣一件事情 我問了三次 然後第一次就說 原分還很長不久 你可以放心 回去就很高興的確認 第二次我就覺得師父 但是後來我想一下 我經過老師的 就是這個開導這種觀念 我覺得我想了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雞工殘屍 我不曉得你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現在是雞生嘛 你是鬥陶嘛 那我也是講白話 我也會講天語 我也講白話 可是你懂不懂 講白話一定懂 但是他被你煩到沒辦法 他是會告訴你說 啊 白煮雞來 就是畢子吃魚的意思 我想說吃魚 我為什麼要吃魚呢 我就沒有啊 因為他收我說一部 我就說一部 我都吃醋 我沒有吃魚 他看著我這樣子 這就第二次了嘛 就沒有答案了 就不了了之類 第三次我就問同樣的問題 這個事情大概兩個禮拜問一次 兩個禮拜問一次 也就是同我當一個班位的時間 然後他最後一次告訴我什麼 所以後來我就很堅決就不去 他告訴我說 我叫你開智慧 你為什麼不開智慧 那我心裡就在想 我如果有智慧 我需要來這麼麻煩你嗎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如果什麼都懂 那請問一下 我來這裡要幹嘛 那我有發願說 我陪你做比生 我給你那個 但是我覺得你給我的答案 而且我有發現很多的性質的答案 只要是一再重複的問 答案就會一直變 結果就是沒有答案 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我的這個邏輯 就是這種邏輯性 後來我就放棄了 然後宮廟的助詞什麼的 也都一直打來 就是他一定怎樣 我說好 我剛好晚上上學 後來很糟糕喔 本來還有一個精神器 比如說拜神 那可以讓自己少喝點 也少抽點 壞事少做點 我所謂的壞事就是 每天要迷藏自己就對了 反正我回家又睡覺了 什麼事 找工作也不找 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子 因為我不知道你要幹什麼 反正孩子都做著 有在做就好了 反正我拍照我說 說又喝酒我也有不良癡好 沒有其他的人 你說飄 我也不飄毒 我也不滑 反正那麼多前存的鑰匙 做得跟狗一樣 你知道太陽底下 四十幾度的高降賽 我做了四年欸 翻那個鐵劍 我今天講可能有點 大家很難去理解 為什麼我看起來長得瘦瘦氣氣的 那為什麼聲音這麼粗 因為我做過卡拉OK 我都做一些 只要有錢進來的我就去做 還好沒躺著賺 因為自己的本錢不夠 對 像我們做鐵風 它日曬風雖雲雨都有 而且東西很重 好 這個都已經翻過去了 就是後來一下子 就是在一個月之內 所有的事情都發生 就擠成一團 我就在那一個月 不知道 11月11日發生的 就到月底這樣 我九天九夜我沒有吃飯 一口都沒有吃 但是我就喝酒跟抽雲 就坐在那一陣子 等我車的酒店 欸 我也覺得想要吃飯 而且睡覺好像也三四天沒睡覺 那也不知道自己幹嘛 然後後來實在不行了 我的朋友就說 欸 我跟你講喔 但是你這樣子好 再黏黏下去不是辦法 我說好啦 那怎麼樣 你還有這樣 我說有嗎 我說孩子都能照顧自己無所謂啊 我說人生好像沒什麼希望 然後他就說 要不然你出去走一走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出去 我現在才發現說 原來你們現在 我看到你們大家都是 像太陽這樣子 像花這樣子 有沒有啊 就是能夠笑 能夠很開心這樣 目前我不知道 原來我看著你們這麼恐怖 都是壞人 通通都是壞人 除了保育結婚 你也很配損 所以我最熱傷兩人 真的 我不知道我是這樣子的人 我真的沒有這種感覺 保育心能強 然後他就說 你如果站不出門的話 他說你整個人可以有什麼 不過我可以介紹心理醫生 因為我的小學同學的身分都還蠻好的 就是因為他們都有讀書 那我14歲就嫁了沒時間讀書啊 因為家裡一分三 羅伯瞳就累死我了 哪有時間在讀書 那我15歲就生我老大了 然後所以 我同學就講說 啊那個 我跟你介紹一個心理醫生 非常的好 而且他能夠看健保 我說這不是健保的問題 我說他在講什麼 我說他想要講什麼 其實你不覺得嗎 我們在困難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把勸你怎麼樣怎麼樣 你懂不懂 其實你比那個勸你的人還懂 就是你想不開的 因為你心裡有些 我常常講的一句話 那戲沒有勇氣 因為我也隔完也跳樓什麼都幹嗎 他就勿死嘛 怎麼辦呢 你會激死自己你知道嗎 那好 那你要活著 你會覺得 看死一個不睡的 你是不是連起來看那條狗蹲在那邊 睡覺也不停的小帥他兩腳 整個人就很負面 整個人就是讓你很不容易理解的 為什麼你這樣 而且還有一個很激情的事情 我的父母比亞多 他是沒有一個愛我的 我有兩對父母 我真的父母都比亞多 我什麼都比亞多 但是沒有一個是 我不好就是我老婆來講 這個需要一種感受 對 然後只要對你很好的人 很快就離開你了 我所謂的離開就死翹翹的 就這樣子 那我 我不是 然後對你不好的人就死不走這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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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終於找了一個女友 安慰我自己 為什麼你幾歲喔 我跟我前面不是很嚴重的 然後我不要講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很難受 然後我自己覺得 雖然我沒有讀書 但是我相信你們經歷的事情 沒有我那麼多 就是因為我經歷的事情太多太多 大大小小的 亂七八糟的 所以我對人生 其實我看得很痛 可是在我最困難最苦最難受的時候 我想的一件事情 我想我上輩子一定是前死旁 我帶來這輩子的事情 因為我就是五二不做 所以呢 我遇到別人遇不到的事情 你們這輩子應該沒有遇到 你姓什麼被趕下車的吧 我姓蔣 我不變你了 我二十三歲 我就認識我放下介紹 然後我從那時候 你們結婚了 然後我就住在那個五十歲 我就來一個結婚車 然後又去兄弟飯店 然後就是一個風格的阿爹 他幾歲我實在看不到 然後我就開開開 然後他就說 你如果要去哪裡會這樣 我就說 喔 我說大哥不好意思 我要到那個 兄弟飯店了 好 大概開了十分鐘 他就回座座 你姓蔣 我說 蛤 我姓蔣 我姓蔣媽媽 這樣子 我那時候台語不是很好 他就說 你姓蔣 我說我姓蔣 蔣中任的講 我搞完蛋了 那就從前面拿了一個 蔣中任的 這個阿爹怎樣的 你姓蔣媽 你姓蔣媽 你會覺得 你姓蔣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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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姓蔣媽媽 你姓蔣媽媽 我就笑著了 後來我才知道 真的我應該是一個很惡 惡到什麼程度 我很難去想像 因為我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巴黎的那個同學 對 今天幫你沒有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一個那個三天三月 演電影要演一個禮拜的 二十四小時播放 要一個禮拜的電影 所以我要分段 像天橋下說故事的說給你們聽 但是今天畢竟時間有限 改天你也有機會 可以來我那邊做做 欸巴黎 欸巴黎 他是我的愛人 還有一個配稱 不是那種愛喔 是家人的愛 對 然後呢 見蔣媽媽以後 就改變很多事情 我也不知道會 因為我鼻子很暴躁 然後 我那個朋友 現在看到我 我的同學看到我 就說 你吃了什麼東西 我說我吃什麼 我說吃巴黎醬吃什麼 他說 沒有你真的可以 你說哪一包呢 他說你會憂不離手 我講實在好 我想你戒 但是我戒不掉 我早上一根 我回到家一根 這樣子 可是我一天是要兩包 還沒有戒之前是四包到 兩包到四包 這是最少的喔 有時候亂抽的話 就不值完 也就是用不離手 一直就是別 那現在因為我知道說 啊我可能不能量 我在講一個不能量的故事 講說是故事啊 我是真的 我就都不能量好了 那個 我們的一些學長應該可以 因為我是五夜才來的 我那個睡覺睡到 那天老師說 如果你睡不著 我欸那天是幾號 我們去 26 那天 老師我實在是想衝下去排隊 我排隊不是因為我睡不著 是因為我一直睡 我想問老師 老師我要上班 為什麼辦法 不要讓自己一直睡 我超好睡 但是剛開始放誠的時候 我就一直做了夢 講師在話 大概做了三到七點 我有點嚇到 但是 我就請問了佩存 佩存你告訴我說 要跟他懺悔 我雖然這麼命不好 但是我的心很好 我看到別人難受 我會比我自己還難受 所以我覺得 你怕什麼 有天地上你靠的時候 你就不用怕 反正你就是乖乖的懺悔 你就是乖乖的實作實修 你就是乖乖的去驗證 一切老師所說的話 不理由我們頂多不信嗎 就這樣子 你還不用像我五三八三百去求生問補 而且他三句話就說 你沒有智慧 欸你沒有智慧 你沒有智慧 地煮雞 怎麼吃魚啊 對 就是說我吃 就是魚屍的意思 對 可是你反應不過來 然後最後就告訴你說 我咬再摸 就是不要讓你再摸 你沒有大女生照我不要摸 後來我也就這樣斷 很快 我的人很 很展立訣 我不會說這樣 脫光阿拉托尼的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我自己講三個孩子 我覺得很棒 這是我最好的禮物 不管父母 不管愛人 不管其他一切的一切 被騙啊 被什麼 但是我覺得上面給我一三個孩子 就是最好的禮物 就是我支持下去的禮物 但是從認識超級生命密碼以後 大家通通都是我的家人 是我的禮物 是福利我的圓分 全圓 所以呢 有機會我們再聊 那我們今天就到 目前我的分享就做到這裡 因為有點亂 有點緊張的那 那 祝福大家 都受到天地的祝福 讓大家有幸福美滿 快樂每一天 謝謝 記得幫我介紹的朋友 不能有愛的 不能有 謝謝狗狗的分享 狗狗的故事很精彩 他說那個要演那個八點檔 要演好幾個月都演不完 所以他在巴黎經營會的時候 都是分段敘述 我們每個人呢 的故事都是很精彩 每個人的一生 都是一篇非常生動的故事 但是呢 以前呢 我們那個故事是前世的劇本 已經寫好了 我們今生都照著演出 這一齣戲 明明是悲劇 你也只好哭哭啼啼的演下去了 但是學了超級生命馬之後 才知道 原來 我們可以當導演 當自己人生的導演 當自己命運的導演 一出 愛愛樂樂樂的戲 可以演成幸福的戲碼 然後這齣戲還在繼續演下去 可是呢 我們已經 自己當導演 更動了劇情 現在要演出幸福的劇碼 這個進入超馬以後的劇本是 幸福盡行事 所以呢 每個人只要照著書中的方法 都可以把人生這個精彩的故事 演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非常非常的豐盛 非常非常的喜樂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位 平凡的家庭主婦 怎麼樣去演他的八點檔 好吧 我們歡迎來自如洲的秀華 秀華姐 感恩大家 大家晚安 晚安 感恩宇宙 感恩親愛的太陽性的導師 感恩親愛的超馬家人 以前的我日子過得很苦 我以為改變我先生我才會好過 聽了導師的教導 是要從自己改變 除了改變自己也不容易 所以改變別人更難喔 每個人都沒有失情失美 包括我也是 兩個人在一起不是改變他 而是接受他 如果一直想改變他 那就不是生活了 那是戰爭喔 所以改變自己去影響別人 很重要 尊重每個人他就是這樣 包容他的不足 欣賞他的優點 其實超級是命運嘛 對 才知道什麼是負能量 什麼是正能量 負能量會讓我產生很多的疾病 所以我願意放下 想改變別人的果實 每次來學習我都覺得很快樂 看到每個人都充滿感恩 充滿著愛 我們是要影響對方 我們確定有沒有做對才重要 我現在充滿了信心 我對天地有信心 對老師有信心 對我自己有信心 相信先生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的家庭也會越來越幸福 感恩大家 愛你們喔 其實這個秀華姐她真的非常的謙虛 她上次我去參加基隆分享會的時候 她坐我的車去基隆聽我分享我和我弟的故事 然後她就講 她說她光是知道說要改變別人呢 是不對的 要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之後呢 那種內心的釋懷 那種內心的坦然 那種糾結 就瞬間放下了 因為呢 我們人都不是完美的 然後呢 我們人要改變自己都很難了 你還一直想改變別人 然後她很認真 她做了演講稿 做了好大一篇演講稿 因為她很慎重今天的分享會 然後呢 她說 她跟我講 我再把它補充一下 她跟我說 她以前覺得 她的先生很多壞習慣 很多她看不下去的事 她覺得 我的先生如果變好了 我就會幸福了 所以她一直認為說 只要她改變我就幸福了 就像很多人說 只要我的孩子怎樣我就幸福了 只要我的先生怎樣我就幸福了 只要我的老婆怎樣我就幸福了 只要我的老闆怎麼樣我就幸福了 之後老闆怎麼樣我就幸福了 後來 我們為什麼要把幸福交在別人手上 我們幸福要自己掌握在手中啊 對不對 我們可以自己創造幸福啊 然後以前以為幸福是個東西 要去抓取 後來發現幸福真的抓不到 後來又覺得幸福是個目標 小時候等我長大了 等我考上什麼學校 等我找到什麼工作 等我的孩子結婚 等我的孩子生小孩 等我一直等等下去 幸福都還是秒不可及 學得超級生命滿才知道 幸福是一種心態 有了智慧就可以掌握幸福 就可以隨時隨地永遠幸福 幸福就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 然後呢 我自從參加了太陽聖老師 第一次在那個建南青年活動中心 舉辦的那個課程叫做 真的在乎你的課程之後 然後困擾我 十幾年的肝炎症就不要而易 當天就好了 然後呢 因為我是畫家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就是畫畫跟寫字 那個眼睛很乾很痛 不能寫字不能看書不能畫畫 對我而言是莫大的痛苦 然後呢 在那次的身心之養班 老師的心法中我一直流淚 但是我一直流淚 所以我不是那種嚎嚎大哭 我是我在流淚的時候 我發現我在笑 原來是我的靈魂流下喜悅的淚水 然後一直流淚完了以後 我當天回家眼睛好舒服 然後那個是兩天一夜的課程 第二天課程上完以後 我到現在乾眼症從來沒有再發作過 然後呢 眼睛而且越來越好 那我覺得說 太陽聖老師的課程 可以接收到天地的法油 愛的法油 接收到很大的正能量場 會療癒你的身心靈 那個巨大的愛的能量場 可以滋潤我們的身心靈 轉化很多轉化不了的記 轉化不了的生命課題 所以很多人在老師的課程中就開悟了 或者就釋懷了 那一天8月26號 很多人在當天的課程 釋懷了千年兵萬年債 然後身心靈得到滋養 然後看到了生命的樹光 重新對自己燃起了希望 然後所以老師的每一次課程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殊勝 但是8月26號已經過去了 沒有參加的還沒有關係 還有12月22號23號 在林口體育館的 因為愛幸福美滿隨之到來的課程 希望各位家人朋友 一定要把你們的所愛的人 都邀請他來接受天地的祝福 接受太陽聖的老師的教導 接受太陽聖老師的正能量 愛的能量 那轉化生命的地圖 真的 其實呢 我們現在辦了經驗會 我們大家聚在一起讀書 但是呢 我們讀的是書中的智慧 每個人領悟的不一樣 但是如果能夠親自聽太陽聖的導師的指導 那會進步的非常快 那我在那次的課程 治癒了我的肝癮症 然後再一次的身心靈支揚班中 跟我的靈魂對話 然後呢 我離開的家人 離開的親人 阿公阿嬤回來交代我 他們未完成的心願 很多事情以前以為是神話故事 後來進了鈔碼 發現神話故事都在身邊上癮著 那因為呢 我希望說 我們今天這個愛與感的金錢分享會 我這個人呢 自從當了經驗會主持人之後 變得話太多 我應該來請我們林口的家人來分享一下說 去參加8月26號課程回來以後 好多人鏡都轉了 怎麼轉的呢 我們來聽聽佩誠來為我們分享 佩誠 大家好 好 我是開計程車的佩淳 然後 相信大家 有的人應該有聽過我的故事 我曾經是一個很暴衝 超級鬱悶的計程車司機 所以我以前沒事就是在車上跟客人吵架的那一位 然後就是經由操碼 經由導師的教導 我知道怎麼感恩 然後慢慢的經由感恩去提升我的能量場 然後我的業績就越來越穩定 然後就 又多了一個外號就叫做不用找 所以現在是每天跑車都很開心 然後常常接到消費 然後還會碰到很多很多善良的人 讓我可以跟他們結緣書籍 跟他們聊超 所以我每天都是現在就變得很開心 然後憂鬱症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好了 然後我今天是來分享8月26號的課程 因為那天真的很感動很感動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去QMA 雖然我自己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已經懂得導師教導的實修實練 然後現在知道怎麼每一天去面對自己的功課 然後怎麼再去跟以前的我去做一個和解 都導師的方法都有教 可是還是聽到很多家人的問題 就是無解然後很辛苦 然後心裡也會很不捨 然後就看到導師非常有耐心 我當下第一個可能就是什麼叫慈悲 就是他導師沒有用那種 比如說有一些 我們總是一般人都會有一種隱神 你如果又這樣 那簡單的問題 你就實修實練 我們都會有一些心裡都會有一些OS 可是這麼多人排隊到導師面前 一直重複的再問一些幾乎 其實都一樣的答案啊實修實練 可是導師都會一一的 去上導大家去誠實的看到自己 去看到自己的問題 然後再讓你回家實修實練 然後那一天最特別是我的朋友 他也剛好有去參加那個千人QMA 他在當下就我們發一張子 他在寫著他的問題 寫著寫著寫著 他就突然就聽到現場很多很多人的 在詢問導師 他就突然一個覺悟他就想說 我寫這是什麼問題 然後突然就一個聲音 我都沒有實修實練 我還在祈求要快速解決自己的問題 然後他那個心念一起了 然後我一懺悔 然後我就覺得他那個就很感動 然後後來他到禮拜一到巴黎分享會 我們才知道原來是他面臨到 他小孩有閱讀障礙 但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私下去 聊過這個問題 所以他在寫的那一當下那一唱合 晚上回家他小孩就主動跟他說 媽媽我想要買一套小說的閱讀書籍 小說是小孩自己主動說他要去閱讀一套書籍 這對媽媽來講是一件真的很感動很感動的事情 然後這一路以來他現在就知道說 自己沒有實修實練還是在祈求要快速解決問題 這在抄馬 老實說大家都知道 你不用問老師還是給你四個字實修實練 可是當你自己本身去看到自己那個問題的點 你當下一唱會 然後那一天的能量場 或許大家有一個畫面就是導師有在一個家人在詢問問 他跟先生之間的問題老師對各單位下達指令 可是那天的我感受到 其實我們寫下來的問題虛空中都有人在做記錄 你只要是實修實練的人很快就會給你的交代 而且那個我沒有辦法形容 尤其是最後那一對夫妻的那個畫面 就深深的又印在我的心裡面 當你看到一個先生然後不會艱難的背著太太 就只為了走到導師面前去問一個問題 背了很久很久 而且未必問得到 然後好不容易背到導師面前 他老婆可以問的時候 他老婆問的問題第一句話是 我不知道怎麼感恩我的先生 其實當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以前我都會想 你都已經過了這樣你還不知道感恩嗎 我們心裡不是都會這樣去批評別人或者是 可是導師都沒有 導師就微笑的看著他 然後告訴他感恩有多重要 可是那時候的我 因為我以前就是一個不知恩 不知道感恩的人 我知道那種日子是有多痛苦 所以當我聽到他那句話的時候 我又震動到我的心裡 然後導師也沒有說 對這個學員說 你要怎樣啊 你要實修的 都沒有 導師只是告訴他感恩有多重要 可是當下我感受到那個 愛的能量場一下來的時候 然後不到幾分鐘 他老婆馬上拿起麥克風回答了 導師就說 我知道怎麼感恩我先生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導師就告訴他說 請你好好的想一想 這幾十年來 你所受的苦都是自己找來的 那就是以前的我 以前的我就是會把一些小事 然後自己在心裡發酵 然後當然就是八點檔也看太多 所以我會演八點檔的女主角 可是當你知道什麼是能量 然後什麼是訊息 然後當你經過導師的教導 就是用感恩去取代你那些 所有負面你會跟宇宙下訂單的訊息的時候 你的生活要怎麼變數 所以就在這一整天的課程 我就很感動很感動 然後我就看到身邊的朋友 只要願意到導師身邊的 就像我朋友他可能已經跟他太太離開 分開了 結果我這一次就看到他全家一起出席 那個畫面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互動 可是那個畫面我看到我就真的很感恩 這就是導師一直告訴我們 你要把身邊的善良的有緣人 能接引的 我們盡量接引到導師身邊 因為他們一個人的生活的改變 你身為他的朋友那個幸福指數 絕對會比當事人還要高 那種感動你沒有辦法 也你沒有辦法取代 也不是說我去捐點錢 或者是我去老人院服務 那比那個真的是會讓你感動到那種 簡直就會覺得人生超有意義的 然後我就會秉持著這個精神 我就希望說能夠再繼續退 當然我的那個行為 那個速度是會比較慢一點 可是我希望還是由我自身演出來 因為以前都用講的 以前我們在幹嘛我們都告訴我 我跟你說這很好 我跟你說你愛來 我們都用講的 可是我從來沒有像這次導師在QMA這樣子 一大我覺得我就在看一齣舞臺劇 好多人好多人用他生命的故事 在演繹給我看 說現在紅塵有這麼多人就是這麼辛苦 我們需要更努力 然後怎麼像導師一樣有智慧 去跟身邊的人做善導 什麼叫善導 而不是嘗試推銷 或者是一句告訴人家說 你這東西有多好 就是學導師的智慧 然後學導師的方法 然後在抄馬真的很簡單 只要你願意打開心門 然後誠實的去跟自己對話 加上導師的步驟一二三 要轉進真的是很簡單 也沒有 你像我就本來是一個非常非常倒霉的人 然後也有幾年沒有辦法跟媽媽好好說話 現在我媽媽都在下面 OK 沒辦法跟媽媽好好說話 然後明明心裡是很愛對方 可是我就有一些同 我就是常常會用很負面的情緒去對待他 因為我外面的工作壓力我沒有辦法輸了 所以我回到家我對他是非常非常的惡劣 然後也是進來超忙的多久 我就當著他跟他唱 然後我媽媽很偉大 他忍了我兩三個 回到家看到我他就要進房間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他我怎麼回事 那我也知道我有事啊 我也控制不了 然後後來看到療癒權力我就懂了 然後我就慢慢的自己去學習 懺悔 然後去把能量場評證 因為我知道我愛我媽媽 我不應該這樣對待他 可是那種行為 你就身心情不協調的時候 什麼壞事你都幹得出來 所以當我慢慢的調整回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兩母女就可以坐在客廳 她也可以坐到我旁邊講話 我也可以坐到她旁邊吃飯 然後就整個家庭的能量場也都提升 然後就是幸福啦 我覺得當父母的就是要這樣子而已 我媽媽沒有要大富大貴 然後她知道我有事我生病的時候 她就是默默的忍讓 然後這份母愛就是讓我從感恩裡面去找到 都是導致交的 可是以前真的看不到這一點 然後現在慢慢的就懂 然後所以你像我朋友 我也是都在跟他們分享 感恩有多重要 當你的小孩非常健康平安的時候 你有沒有謝過天 當他健康平安的時候 你們還想要再更多 想要要求這小孩 你要再怎麼樣一點 再怎麼樣一點 可是這些都是給小孩一個很大的壓力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如果把他轉回來 每天都很感恩天地 讓我的小孩非常平安健康 這小孩會越來越棒 所以我現在也是用這種方式 比我媽總是還是會有一些 因為我開計程車 說實在不是一個讓人很放心的職業 可是我現在都會引導他做感恩 你要祝福我 你要感恩我 他就會微笑 就會那個 不然以前說實在 我以前過得不快樂不開心 然後不安全 所以我也他這樣子 反而造成我一股很大的負能量 我更不想碰到他 可是現在慢慢的 我們兩個就可以和解 然後用超馬的方法 就能夠轉換就是自己的能量槽 我們兩個就可以非常的快樂地相處 然後我也可以很自然地拿走 阿布我愛你 謝謝阿布 謝謝阿布 這個佩純從一個充滿負能量的計程車司機 到現在變成了一個 散播愛與祝福的駕駛員 他每天在車上 那個都會順便跟客人結緣超級生命密碼 然後呢 他說他以前能量廠不好的時候 他很怕載到喝醉酒的 他就載到喝醉酒的 他很怕載到吵架的 一上車就我們在吵架 然後呢 結果呢 他自從正能量提升之後 他說他載到的客人怎麼都那麼好 還會給他小費 而且還會謝謝他 然後呢 還會說我怎麼沒有 他說你真是一個最好的計程車司機 坐到你的車真的很安全很幸福 然後這真的能量少的問題 那那天呢 8月26號的QB&A 我們看的真的很多人提的問題 那個媽媽為孩子擔憂 子女為父母的健康擔憂 好多好多的擔憂 好多好多的恐懼 好多好多的不安 然後老師會跟當事人講說 先把你的能量提升了吧 當你還處在負能量當中 你怎麼能夠幫助你的家人呢 怎麼轉動的了境呢 所以超馬是非常科學的 就是正負能量的關係 當你正能量充足了 你就會遇到好人 善人 貴人 什麼好人好事都來了 當你負能量的時候 你就會碰到很多負能量的人事物 所以超馬講的是科學 一切都可以由科學來印證 那各位家人 好 我可以想請問沛成老師 他剛剛講的一個地方 我想說我想繼續再問 他剛剛講說歸雲 那我講說歸雲是擔著歸雲 ód交 πολύ岚 接護麻償跟媽媽吐子 還是對親Gohyd 穿的 這樣我稍微跟妳說好不好 我稍微跟妳說 這樣不然妳聽咪 稍微跟妳聽咪 好好 我們現在可以想好不好 我們在台灣這麼小 可是台灣真的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 我們全台灣有12場 愛與感恩親取分享會 這個分享會呢 裡面我和我的弟弟去分享 他如何用超馬的方法 戰勝甘 猛爆性肝炎 重獲健康的故事 然後呢也有人分享說 他怎麼樣 解除跟那個 女鬼 女魂 女靈 女靈之間的千年的恩怨在 然後也有人分享 他怎麼癌症透過超馬的方法 重拾健康 然後有人呢 怎麼樣透過超馬的方法 找到 重新找到家庭的幸福 重新在職場上 發光發樂 永創佳績 然後這個 生命的故事真的很感動 希望等一下大家 把這DM拿回家 然後如果妳在南部的話 請打電話給妳的親人朋友 叫他們也要去聽這個分享會 也許妳一個電話 妳一個關懷的舉動 可以改變他們的一生 所以呢 大家呢 一定要把熱情調動起來 我們自己好 還要我們的家人好 還要朋友好 妳的一個關懷 也許呢 就拯救了一個家庭 拯救了一個人的健康 拯救了 家人的幸福 所以呢 愛要不停的分享 然後呢 熱情是最後的救贖 大家呢 學會愛與感恩之後 要把這份愛與感恩 調動起來 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中 大家說對不對啊 對 接著下一位呢 我請來自桃園的宜貞 為我們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老師 天原教室給我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 各位家人 晚安 晚安 話說 當年 在立法院 因工作的關係 常常被委員念 邀開智慧 每天各部會都會送書過來 那時候喔 妳要看 要讀嗎 我說 我是不要想 齁齁齁齁 我知道 但是真的很多 怎麼可能讀得完呢 今天想著想著 若是我輸了一個念頭 若是我有一把 開啟智慧的鑰匙 該有多好啊 輸了之後 不休 我快在桌上睡著了 一個似曾相似 的念口 出現在我夢裡 跟妳說話 要我去找鑰匙 然後我醒來了 我就想 應該是隔壁研究室的立法委員 然後我想著想著 有一天隔壁辦公室有聲響 我心中想說 終於出現了 然後 我就喜出望外 一衝看到一個 穿白色西裝的 就像那個 刷地面歐高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我就 然後看 就是馬上跟他喊 我圓好 猛一橋 輪廓的確有點像 再仔細 仔細看清楚呢 根本不是我要找的人 真的很失望 因為已經等了好久了 在我人生面對 許多糾纏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包括了生活 經濟 還有健康的問題 我常常跟我老公說 不要擔心 只要我找到鑰匙 一切都不是問題 全部都會劇足 時間杯是 在去年 2017年底佛堂的冬季法會 我聽到了一個聲音跟我說 你做的功德 都沒了 當下 我的眼淚往肚子裡吞 然後心情非常的低風 看看隔壁的師兄姐 心中也明白了許多 火燒功德靈 當下 真的很痛很痛 想想 在佛堂裡面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明明種種 大大小小的事情 包括 會計 戶外教學的活動 還有平常的幫忙 這樣也過了十年了 但是 一回到家 還是心中 一直憤憤不平 我還有幾個十年 但是呢 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突然 有一天 失去一閃 生命密碼 我就趕快告訴我先生說 老公 趕快幫我找生命的密碼 我老公說 什麼生命的密碼 你說 就是一組 就是一組號碼啦 因為其實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生命密碼 然後我就看 就是一組號碼 然後她說 然後她說 她說 我就告訴她說 只要有這一組號碼 我的人生就是彩色的 不管任何事情都驅逐 以後 生活的一切切都不用再煩惱了 當下 我也跟我們的師姐 詢問了這件事 高師姐 然後也告訴她 我在找生命的密碼 possible的事情 然後她一聽當下 馬上回答我說 你就上電腦打個密碼 不就進去了嗎 我說 不是啦 是有關改變我人生的密碼 只要有這個密碼 我什麼事情都拒全了 我的人生 要什麼 有什麼 不需要再擔心害怕 因為心靈的疲憊 再加上 身心靈的疲憊 在容易過年前 我感冒一直都不會好 然後到兩個多禮拜 然後有一天 師姐打電話給我 找我參加心靈課程 我一口就答應了她 然後終於等到 6月2號 那一天 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狗搭師姐的鞭車 來到了桃園巨蛋 然後再轉搭遊覽車 到板橋體育館 進入會場後 聽見樂隊在四音 那老師的歌曲 就一直在播放著 心中那種奇妙的感覺 都上來了 整個人量場都上來了 我的心門也開了 我一直對著我們師姐 一直述說著 過往的種種 人生不順遂的記憶 也告訴她 滿在我心底 不敢碰觸 悲慘的那一塊 樂隊的聲音 一直持續的響著 正當導師宣布 接下來千年之約 這時我真的想要去廁所 我心裡還在想著 誰跟誰的千年之約啊 我抬頭一看 牌子上導師的照片 是我長了好久好久 可以改變我人生的人 但是我都遺忘了 當下我的心情 是快樂的 是開心的 是興奮的 終於被我找到了 找到我人生這一條路 然後我就問 明師姐 今天有時做時休嗎 他說沒有 要明天 我當下的心情 當到了虎虎 馬上問他 你明天有參加嗎 他說有 他已經買好票了 我就跟他講說 問他說 你為什麼沒幫我買票 我那時候心情非常的緊張 因為就在明天 可能都沒票了 然後我就拜託師姐說 可以請你幫忙 找你們 我們中正同學 然後中正哥一聽 馬上密碼幫我買票 然後我等了許久 票終於出現在我的面前 當下的心情 馬上興奮了起來 非常的開心 開開心心的 就參加6月3號 老師的講座 然後我好感恩 那個中正哥送我的 的簽名 送我6月2號的票 要不然 我還不知道 我還要等多久 才能遇見老師 這麼多年我經歷了 經歷了悲慘 然後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 日子要怎麼過下去 然後也不知道說 我明天到底要怎麼走 然後也產生了很多的埋怨 很多的不解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害主觀 然後小朋友一聽到 我的聲音都躲到房間 去打他的地方 老公呢 也常常不多餘 因為怕彼此的吵架 叫嚣 他親情的隔閡 更是有如鴻溝一樣 越來越深 透過每天的如法實修 徹底的懺悔 發怨心願 按部就班 一步一腳印 分分秒秒都要爭 跟著智慧也提升了 對每件事情的看法 不再執著 也常常會 換位思想 轉念 心也跟著柔軟了 常常也會被 某些事情都感到 感動到落淚 現在的先生和小孩 跟我的互動 是用真心跟行動 我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的改變 讓大家 也有共共睹 連我的先生和小孩 都能夠認同 在8月26號 老師的講座 他們也一起參加 我真的好感謝 好感謝我的前世 前前世 更感恩 宇宙 天地 太陽公公 老師 您的應許 我 鑰匙 老師的容貌 及生命密碼 改變了我們全家的生命地圖 改變了我們全家的生命地圖 更 更感恩 導師 無所不在 再次的提醒我們 全然相信 真心誠意 我幫陳福於 宇宙天地間 龐大 不可思議的人量 感恩 宇宙 真情動能的分享 真的聽得好感動 昨天呢 上網網路共修已經10點半了 然後要寫心得嘛 然後我就 嗯 心得太長了 我就寫了一首小詩 跟大家分享 其實呢 超碼還有一個 一個很棒的功能 大家都很少談及 就是超碼可以開發人的潛能 開發無限的潛能 這個有空我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我先來念這一首 昨天寫的小詩 叫做 如何破迷開悟 因為我們修行就是在開悟嘛 對不對啊 對 然後追尋 循循循循循循這麼多年 那 我以前 其實 我很用心的 在走修行這樣路 但是我都沒有開悟 那其實呢 開悟就是你悟了人生很多事 悟後起修嘛 然後你一天悟一件事 十天就悟十件事 對不對啊 分分秒秒都是可以學習的 好 如何破明開悟 人生在世 數十寒數 為何過得如此辛苦 難道都是定數 天地慈悲送了禮物 就是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可以轉動生命地圖 從此不再走冤枉路 能量場不足如何忍入 我值不足如何破迷開悟 抄馬非常務實 忍悔八月 忍悔八月 補足得之良酷 渺渺感恩 幸福知足 勤練心法 盡忠生志 有了太陽的祝福 靈命提升 找到回家的路 接著下一位分享者呢 也是在八月二十六號那一天 參加完導師的講座回家之後 就收到了天地的禮物 我們歡迎桃園的Angela 謝謝 老師好 各位唱馬家人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走禮 我的台北的嫂嫂今天 百忙中抽空前來參加我們這個 天園教室的這個分享會 首先我要告訴我們各位家人 我進入抄馬大概是在 今年的五月份 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裡 我的同學啊 他拿了這個千年之約給我 我覺得這什麼書啊 我一點都不想 可是他就是很想度我 他說他把這個書已經放在我的信箱了 叫我一定要看 那我這個人心地很善良 我就不好意思拒絕他的這個心意 就有一天就去捧他的場 去到那個桃園教室 那我去了我聽了很多人的分享 我覺得這就很像妙禪嘛 就是說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簡直就是妙禪嘛 我去了一次我就不再去了 結果好像就是真的是天地要叫我再去 有一天因為我都去洗頭髮 那個那個設計師啊 每次都早上九點就可以約得到 他那天就說今天不行了 一定要十二點才有空 結果我就十二點去洗頭 洗好大概在一點嘛 欸一點啊肚子好餓喔 我想說不知道怎麼辦 一邊騎機車一邊早吃的 欸早來早去 就剛好在那個教室的對面 有一家那個面食館 那家看起來聽說是客家人開的 因為我是客家人 我就有三分勤 我就進去吃 吃完想說我同學的教室就在對面 好吧再來去給他捧場一次好了 那一次的分享會就觸動到我了 我就想說好吧那我今天回去把書展開來看看吧 因為在讀書會我們都有讀書嘛 那那一天讀的那一天 我已經忘記是什麼內容 但是就是有觸動到我 然後那我進入超好 我坦白講剛剛前面幾位分享的 家人分享喔 我真的感到很感恩 我從我懂事到現在 我真的一生非常的順遂 我的手裡就知道我很好命 我是我先生兄弟我是老妖 公公公婆婆都很疼我 那匈嫂也對我非常的疼愛 那就讓我想起 我小時候我的大伯母有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你四妙命 最好命啦 四兩乎千金 我那時候小時候不懂什麼叫四兩木 後來我長大了 然後進入超馬以後 聽到這麼多人生活這麼的苦 我回想起來 這大概就是我 我母跟我講的 我四兩木 可是人生呢 真的都是有自己的功課 我擁有了一個非常美好的家庭 我一直生長在大家庭 我跟我的手裡輪煮飯 23年 我們才分家 那我的手裡 我生小孩的時候 他把我 他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三餐的飯都端到我的房間給我吃 然後呢還會熬那個 坐月子都要洗澡 那個愛潮水那些 都提到我的三樓的 我們的廚房是在二樓 他就提到我的三樓的那個浴室 然後會去房間親身的跟我說 我是客家的 我叫阿嬌 阿嬌那個 那個麻草醉已經幫你領好了 放在一樓 你若快黏米再去洗 我那時候一定感恩的心都沒有 好啦 就這樣 真的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現在每天都跟我嫂嫂深沉的感恩 真的 每一個胸嫂對我真的都非常的好 我嫁給我先生 我先生真的是一百分 我的手裡都知道 我先生非常勤奉工作 一年365天都沒有休息 幾乎就像鐵人一樣 真的 因為以前他們非常的窮 他們以前是借錢過日子 所以他們的兄弟感情非常的好 我嫁到這樣的家庭 所以我真的感到很幸福 我們女人呢 只要把飯煮好 什麼事都不用管 他都包括我嫂嫂一樣 我哥哥也是非常的愛家這樣 那人生的功課 我就是我的小孩 我有一個 我有三個兒子 我跟果果一樣 我的兒子也37歲 所以 所以 我三個都兒子 如果我早一點進入超馬 可能我會生到女兒 很想生女兒 就是我們第一個想生女兒 生到兒子 那第二個兒子呢 就是想要生兒子 我想說至少有個半 那老三 老二七歲的時候 我跟我先生 我先生說不要生了 我求我先生 讓我再生一個 如果再生到男生 我就真的放棄了 還是生到兒子 結果 但是 這個功課 我很願意接受 因為我有告訴我自己 這個孩子是我要生的 不管他變得怎樣 我一定會好好的撫養他 那他現在也沒有讓我失望 他現在在中山大學堵碩士 那我老二是從國小六年級 就開始叛逆 我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家族 我先生就是整天只知道工作 也沒有休閒的人 所以呢 進入超馬以後 我才知道 是因為我 我的孩子才會這麼的叛逆 因為 我就像 這次六月二十六號去上課 老師有問一位媽媽 你是不是很 你是不是很十年 我就是那種啦 所以呢 我就一直希望 我叫他要怎樣就要怎樣 沒有照我的意思做 我就不滿意 所以小孩子叛逆就越來越重 當孩子叛逆重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解決辦法 我們就是想怎麼把他壓下來 我就去找老師 找某某人來訓他 念他 結果最後 那時候網路 就是那個網咖非常的流行 他流連在網咖 一天一夜都不回家 我在家裡除了擔心以外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那進入超馬以後 我才知道 原來擔心 就是給孩子負能量 你不但不能改善他 而且 你反而會讓他更遠離你 所以我今天站在 這個天原文化這個教室 我要呼應 所有的天下父母 真的不要擔心孩子 當你正能量提升的時候 你的孩子自然而然的 我現在跟我們的孩子的距離就拉近了 今天我以為我沒有辦法來 因為我為了要來台北 我好難得啦 我第一次來台北教室 我預計四點就要出來 然後我做了很圓滿的計畫 我要來台北發書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住在漢口街 我就提了一袋的書 我跟他約吃晚餐 四點的時候 你知道桃園的雨像用倒的一樣 我想完蛋了 我沒辦法出門了 我本來是要打電話給寶玉姐說 我可能沒辦法去 那是要辦法去 我如果在等公車 那雨這麼大我要怎麼大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兒子 我說兒子媽媽要去台北 然後兩部車都被你們開走了 媽媽沒有車可以坐 那你可不可以回來載我 結果他說媽媽你幾點要去台北 我載你去好了啦 結果一上高速公路就塞車 塞到五谷 我看看時間我怕會來不及 後來我兒子說媽媽讓我三重留下 你去搭捷運可能會較快 真的你就搭捷運 天地有祝福 我一下到捷運站 車子就來了 然後我坐一站就坐淡水線 坐三站就到台北車站 然後到了台北車站 我是半跑半走的這樣 用最快的速度到達我朋友 因為我跟他約的時間已經超過了 而且我怕我來不及 我又要跟他分享 然後又要拿書給他 時間真的會來不及 結果我去跟他分享說 這本車我帶就看過 好好說啊 我說那怎麼辦 你知道我為桃園嗎 我搭到這麼長 我從捷運站搭到你們家 我是搭到手工回去 沒關係 你把我放的 他在做美容的 他說我的人出來 我才拿給他了 你放的就好了 我說媽媽妳就要把我搭 你不能這樣把我放的 還把我拿回說 不會啦 這車子很好的 但是我帶了六本書來 我就叫他說 而且我說我每天會打電話給你們喔 我說我要知道 你有沒有好好珍惜我這個書 然後我要分享說 禮拜二不是 我不知道台北有沒有下雨 我們桃園也是下了一場 非常大的雨 好幾天 雖然中南部都下了大雨 可是我們生活在桃園 真的非常幸運 我們桃園沒有什麼風雨 只是桃園也是下了一場 那我禮拜二就帶了六本書 我現在出門我就會帶書 那我很感恩天地 那天我就去看醫生 是一個小問題 我很健康 我前幾天才去驗血 我很健康 結果我就看到那個護士 懷孕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是有正能量的書 你如果懷孕你有負能量 你的孩子以後你會不好帶 他說真的嗎 然後我就掀開來給他看 我說你看了 覺得好你再帶回家 如果覺得不好你去還我 他看你看好像不錯 那你再多給我一本 我給我媽媽看 結果我旁邊的店長 還有其他的同事都 你們在看什麼 結果我帶去的六本書 不到十分鐘全部都發完 我真的好感恩 因為我有對天地承諾 然後我要發出一千本的書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地發 那今天我就是很誠懇地邀請我嫂嫂來 我之前也有拿書給她看了 她今天可以來 我真的非常感謝 請大家給我嫂嫂一個特劣的鼓掌 她真的是很開心 今天我看什麼 具有其他很重要的課程 她為了我真誠波榮 前來我們的天眼教室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到 那我也要祝福她 希望她今天來我們天眼教室 來我們這個分享會 回去以後她能夠一切順利吉祥如意 我也在這裡祝福超麻家人 大家平安健康 好 好 好 那 對 我要回應保育老師 保育姐講說 我8月26號得到的禮物 就是我那個37歲的兒子 他之前是去大陸工作 那因為她有去英國讀書 那她去大陸工作的時候啊 那個老闆知道她很需要money 所以她就誘導她去申請 她之前是在叫一家安徽塔的那個 安徽塔那個皇家下午茶的公司工作 那那個老闆就誘導她說申請專利 還有申請一個著作 她就傻傻的就去簽名 那我跟我先生都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去做這種事情 她就告訴我們 我又沒有辦法 為什麼如果我可以賺到錢 我是憑我自己的實力 我為什麼不去做 那因為我們對這方面坦白講 我們也沒有涉獵太多 我們就相信她 我們就一直叮嚀她說 你要看清楚 你不要為了貪心要賺錢 結果落入陷阱 她說不會啦 我都有問的 一直都有問的 那一直她是一百零 一百年就過去大陸 一百零一年回來台灣 年底回來台灣 然後一百零二年她就去澳洲工作 這之間都沒有事情 那她離開大陸 我跟我先生就一直提醒她說 你離開大陸 你以前有申請那個專利啊 還有那個著作的 你要寫一份真名稿 說我離開大陸以後 所有的簽名都與我無關 她就扮奉奉 這樣算一算 不要沒關係 結果呢 去年她就收到 法院的通知 就出庭 然後出庭的時候 因為法院都有律師嘛 免費的律師 結果律師就告訴她說 這個應該不會有罪啦 不用擔心 她回來就跟我們講說 爸爸媽媽你們不用擔心啦 不會有事啊 律師說沒事啊 那我們就把這個心呢 就暫時的放下 也就沒有想到 結果沒有想到 今年的八月初 就收到法院檢察官的起訴書 當我們接到起訴書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一代官司九代蟲 我們真的很擔心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家庭 不要有任何的徵送 不要跟人家有官司 可是呢 已經收到起訴書了怎麼辦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保育姐 保育姐就叫我說 那你現在就是實修實練 努力的做心法 那我就真的 我就請求天地幫我的忙 每天我都做心法 那我做心法就是 每天太陽光光照射著我的兒子 那我的兒子有正能量 那是 今天是禮拜四嘛 那禮拜一他出庭 我就故意等他 要出門的時候 我才開始做心法 我就做心法的時候 我就太陽 從他離開我家 一直到法院 我就一直觀想 他在法院 還是有一個太陽的光照著他 那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 我從8月26號回來 我做心法 那個太陽啊 真的是跟我往常做的太陽 是不一樣的 那個太陽是有顏色的 欸 有 我有看到黃色 也有看到紅色 但是沒有看到紫色 就是有顏色就對了 我心裡想 嗯這個應該是 吉祥的那種象徵啦 結果 一直都沒有等到他的消息 到12點10分 他傳訊息給我 媽媽好消息 他認罪了 就是 他之所以被告 是因為 他回來台灣 那個老闆 學習他簽名 學得很像 真的 而且我兒子也沒有說任何他簽名 與他無關 所以 把那個檢察官就是認定 這個就是我兒子簽的 所以呢 那天出庭 他12點10分 傳給我說好消息 我本來中午很餓耶 可是就不會想要吃飯 他傳訊息給我說 媽媽沒事了 他已經認罪了 好消息 啊 我就肚子好餓 趕快吃一碗飯 我覺得我好久沒有吃到 這麼好吃的飯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為人父母 真的為了子女 真的 我們沒有要求什麼 我們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好 那我也跟我的兒子說 我一個禮拜以前 開始教他 真心的懺悔 我每天都盯他 今天有做懺悔了嗎 在離開庭的前兩三天 我要求他 早上也要做 晚上也要做 我不知道他真的有沒有做 可是我可以給大家看我的line 我跟他講 他說 好啦我知道 他真的有跟我說 好啦我知道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 就是要出庭前一天 我告訴他 我說 媽媽沒有要你們送我什麼禮物 只要你們平安健康 那這次如果你的這個官司 如果有平安的落幕啊 就是給媽媽最大的禮物 那你要怎麼平安落幕呢 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你要付出 你唯一能做的你就是懺悔 真心的懺悔 他說要跟誰懺悔 我就教他說 第一個 告你的那個人 你一定要真心的跟他懺悔 然後你身邊所有的你想要感恩的人 就跟他感恩 除了懺悔以外 不要感恩 我想他應該有做 因為每天我問他 他說 有我有做 他不會敷衍的那種口氣 真的很感恩天地 受到天地的祝福 那今天我就是覺得說 我們在超級生命密碼 最主要老師就是教我們說 當我們有改變的時候 我們要努力的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今天能夠來到這邊分享 我真的感到很開心 然後也很感恩 寶怡姐給我這個機會 感恩感恩 今天有沒有很感動啊 有 你看Angela現在笑得多開心啊 像個小天使 在超馬中就是所有的問題都有解 因為宇宙是活的 能量是通的 只要你照超馬的方法實修實練 任何事情再困難 都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事事有解 那剛才講到這個開發潛能的部分 還有一點點時間我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在參加完導師的課程之後 然後我老師在6月2號3號的那個課程 我為了我弟弟的病早日健康 所以我發了一個大願 就是接待來台灣演唱的 來台灣的那個馬來西亞的舞蹈團志工 然後把那個功德回向給我弟弟 然後呢我弟弟就在我們 那個6月2號3號課程結束後的 禮拜四就出院了 然後呢出院以後 然後呢我先生打電話給我說 老婆6月底 我們要在大陸辦的畫展 你答應要送給我台商朋友的30張畫 你畫好了沒 我說哇我都沒有畫 因為我一直忙 我從我爸爸往生之後 結束了我婆婆住在正心院一個月 我婆婆出院我弟弟又出院一個月 然後呢之後 忙著活動完了之後 那時候已經6月10號了 我都沒有畫 然後呢表畫的過程呢 你畫好的話還要表 表畫至少要10天 然後呢結果呢 我只剩下10天的時間可以畫 然後呢我就想說 我的先生對我這麼好 然後讓我衣食無缺 不用煩惱採米油原醬醋茶 每天都可以寫字畫畫 做我愛做的事 然後全力支持我做操碼 然後他只有對我這個要求 我竟然忙的都沒有辦法完成 但是呢你要買東西很容易啊 你要畫30張畫 你沒靈感怎麼畫出來 我要畫30張畫 沒有靈感怎麼畫出來 然後呢我就跟我們 林口巴黎的那個精英會的 小天使伯雄跟佩淳說 佩淳伯雄 我這個禮拜要閉關了 然後你們活動 你們去安排發書幹嘛的 這個禮拜我都不接電話 我就在我的畫室 閉關一個禮拜 然後做心法 做完之後我就開始畫畫 畫的過程 就是天地一直不停的 download靈感給你 暈緣不絕我一個禮拜 把30張畫都畫完了 畫得非常的生動 然後畫完了呢 我這個照片都有傳在我們的那個 巴黎的讀書會跟林口的精英會 畫完了之後呢我去大陸 畫完之後剛好送去表 表完了拿了畫的第二天 我就跟我先生兩個搭飛機到東莞去了 然後他們在一個酒店幫我辦了畫展 然後辦了畫展的時候呢 應該是滿成功的 每個人都一直欣賞我的畫 然後呢問我還有沒有多的 因為那天有30個貴賓嘛 我要送30個貴賓 然後呢主持人上台報告說 這個賴寶玉女士呢 為了籌備這次的畫展 花了兩年的時間 你們太多畫得幾乎精神 然後我現在跟我說 老婆低調一點 你就說兩年知道嗎 我說好好是 我就說是是是 其實呢我真的是一個禮拜 把它畫完這件事情 配成跟伯雄都知道 就是當天地要播靈感給你的時候 那個就是非常順利非常順利 所以老實說不管你遇到什麼困難 只要你自助人助天助 當天地要播轉的時候 就是一秒鐘的事情 然後所以呢原來呢 做心法還可以download 天地源源不絕的靈感 讓我臨思全勇 畫的畫每一張都很生動精彩 然後呢因為這件事情呢 讓我覺得說 我雖然為了做超馬 我很少時間畫畫 但是我現在不擔心了 因為我可以接收到天地的靈感 天地的祝福 宇宙當落的智慧 所以呢我覺得說 我只有更用心的推廣這個超級生命密碼 然後呢回報天地的恩德 因為超馬是做一得十 做一得一百 做一得一千 其實我小小的付出 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禮物 天地給我的禮物非常豐盛 真的說也說不完 那以前我們修行的時候會認為說 人生很苦啊 生老病死啊什麼 怨真會愛別離所求不得 人生皆苦都有八苦其苦 以前我們都覺得是好苦 但是我們修了超級生命碼之後 才知道說宇宙非常的豐盛 我們人不應該苦 人會苦是因為人沒有做好 然後呢不是當一個好的接收體 當你把人做好了當一個好的接收體 天地會送給你 源源不絕的禮物 真的 所以我們進了超級生命碼 就要勇敢的把過往的不愉快都拋開 然後呢進了超馬再也沒有難不可能 因為有天地可靠 有太陽光可靠 有導師可靠 然後所有事情都可以順利的一步一步趨向圓滿 大家說是不是啊 是 然後呢 我在因為有些新來的同學 我在跟大家講一下這感恩世界記 非常的棒 感恩宇宙 上下四方為之語 古往今來為之咒 感恩宇宙就是把一切都感恩了 所以我們要感恩宇宙 然後感恩未來 下一秒就是未來 先把未來設定好 未來感恩好 所以未來是美好的 然後感恩宇宙感恩愛 感恩宇宙給我們這麼多的愛 我們來到世上空空的什麼都沒有帶來耶 一切都是宇宙天地給我們的耶 所以宇宙天地的愛是不是很浩瀚無邊啊 所以感恩宇宙感恩愛 然後再一個感恩宇宙感恩愛 是把我們的愛也回向給宇宙天地 然後感恩宇宙感恩一切有了交代 就是一切有了交代 就是心想事成 就像這次8月26號天地給了交代 所以感恩一切都會心想事成 我們要設定成美好的 讓我們的好的設定得到宇宙天地的祝福 讓我們一起來唱感恩勢力記 接收宇宙天地的愛 接收太陽聖德導師的愛 接收天地的愛 接收萬事萬物滿滿的愛好嗎 好一起唱感恩勢力記 搖擷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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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вин 搖擷勞 感恩一切有了交代 感恩导师 感恩大家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